梁振英山頂大宅遷建風波越滾越大 即使他連日離再三解釋 但是越講得多 疑團也越多 不少人開始對他沒有信心 當然信不過 人家新界那些遷建 趕人家快點拆 他自己有這麼多遷建 做特首他還捉人家唐英年捉到什麼 其實他自己又怎樣 他說會澄清 但他澄清成怎樣 計劃下個月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的 民主黨胡志偉就說 雖然議案侮辱促力 但是仍然可以顯示 公眾已經對他失去耐性 從而對梁振英產生一定的政治壓力 如果整個議會都有一個總體共識 是對梁振英特首是不信任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特首 雖然我們在憲制上是一個侮辱促力的議案 但是要挽回特區政府的管治誠信的話 唯一的方法就是他作一個下台的行為的時間 才能夠令到特區政府的管治重新上路 但是自由黨 民建聯等等建制派都認為 應該被梁振英進一步解釋 看到整件事特首確實在處理上有很大的不足 需要去改進 但是特首都已經道歉 我希望市民都可以給他機會 特首讓他可以繼續集中處理民生的工作 至於不信任動議 民建聯其實未有討論 我自己是不傾向支持 我不會支持的 因為雖然特首就他家居僭建的問題 的解釋仍然是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對特首提出不信任 如果通過是可能引發一個憲制危機 是不利於香港的穩定的 到現在來說還有成兩個星期 但是我希望照著程序去做事 既然我們立法會的同事邀請他來 希望他來跟我們解股 他都未來 你已經決定了動議就是不信任他 變成程序上我覺得就不太妥 我們希望他來了 跟我們解釋了他的看法 如果我們滿意的就是一個做法 不滿意的當然是另一個做法 對於有議員 在立法會的議案辯論 提出對梁振英特首的不信任動議 我們工聯會是不贊成 而當日支持唐英年參選特首的林大輝 就認為現時提出不信任動議太早 我相信作為一區的特首 應該盡快通過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平台 盡快向市民 向議員 以及向傳媒朋友 釐清所有大家想對他誠信上的懷疑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標準 舉例一個小人和一個君子 他對誠信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一個賊和一個慈善家 他對誠信的標準也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人對誠信的標準是不會劃一的 公民黨早前就指 如果梁振英執意不向立法會解釋 公民黨會視乎民情提出彈劾 根據《基本法》規定 如果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 指控特首有嚴重違法或是獨職行為而不辭職 立法會通過之後 可以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組成調查委員會 委員會負責調查並且提出報告 如果報告證實上述指控 立法會以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才可以提出彈劾案 報請中央政府決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胡錫文報導 保全公民黨 pez mover人 歷史 佰 承 處 禁